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看到國際股市的大跌而不敢進場 然後眼睜睜看著大盤家權指數 從823年漲到現在8500多點 漲了300點上海 又逼近整個8600多點 全部的高檔的套牢去附近 所以整個這一波的投資朋友 是呈現一個觀望的心態 畢竟你會發覺在過年前 可能賣在8600多點投資朋友 本來大家想不知說 好那我開紅盤把它買回來 但是因為開紅盤 一開始就看到國際股市的大跌 台股開紅盤當天就先跌個198點 所以我們第一線的服務人員 都有接觸到投資朋友 都跟我們講得很清楚嘛 過年前大家都說要過年的不敢買 過完年之後再來買股票 結果過年完之後馬上大跌 想說我再看 看看看看 看了一個多禮拜 看了兩個禮拜過去了 看到整個大盤家權指數 已經漲到8500點 而反而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個進場的時期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也許過年前比較強勢的族群在海邊 當時人氣的股族群 包含在LED 包含在整個太陽能 這些節能概念股 好 那你會發覺過年前比較強的族群 包含在LED 太陽能 或者中小型電子股 當時是穿戴式裝置的族群比較強 可是如果你在過年前去買 不論是在穿戴式裝置 或者在LED 或者在太陽能族群 你會發覺過去這兩個禮拜 整個大盤指數 緩步盤間上來 幾乎跟他們沒有什麼關係 甚至在整個太陽能 因為美國的太陽能 雙反案的一個承擔的過程當中 今天幾乎是全面重挫 黨黨的太陽能的相關個股 幾乎股價都寫下 最近這一個月 甚至有的股票已經寫下 最近這三個月的波段新低 所以代表的是 之前過年前 如果買做了股票 買到之前的強勢族群 節能概念股 LED或者太陽能 或者穿戴式裝置的這些族群 反而這一波上來 幾乎都沒有關係 而這一波比較強勢的族群 其實就是我們在節目當中 一直跟頭推薦的 全行動時代的商機來臨的 包含在整個物聯網的工業電腦的 這塊還有生技族群 甚至在整個最近從上禮拜 開始轉強上工的機器人的設備 概念股這邊 其實才是這一波的一個主流族群 所以談到整個大盤加捲指數 我想我的看法一樣沒有改變 當時在整個低檔區的時候 新春開紅盤當天 我相信沒有人可以 像我們八八經費一樣 每一波的大盤轉折點 都幫你精準的掌握到 對不對 回測連線叫做買點 我相信當天 唯有八八經費 敢在節目當中 這麼肯定的告訴各個投資 好 那整個大盤加捲指數 現在要8500點 這附近做個震盪 那我個人的看法一樣沒有改變 第一個我想剛剛其實 韋提已經告訴各個投資朋友了 外資其實在整個上禮拜 已經在不管是不是 不是在只有在現貨買超 是連期貨都開始翻空為多 也就是說外資在期限貨 已經同步做多 所以我認為在禮拜三的 台詞期結算 應該是渴望撐在 最近的短線高檔 八千五百點上下五十點 甚至八千五百點到八千六百點 這邊做個高檔平昌結算的機率 可能會稍微大一點點 而且為什麼外資這邊翻多 我相信可能在過年期間 或者在新春剛開紅盤的前幾天 投資後為什麼會呈現觀望 因為看到國際股市拉回 所以很多的爆炸媒體的雜誌 很多的專家都告訴你 國際股市拉回 恐怕會拖累今年台股的行情 外資在新春開紅盤當天大逃殺 狂賣了四百多億的台股 大家想說外資已經在什麼 賣股票準備落跑了 所以大家都害怕 那我們現在環過來看 美國股市已經帶動國際股市質問 上禮拜五美國股市 持續大漲一百多點 甚至美國的NASDA指數 導播可以順便幫我帶下 美國的NASDA指數 其實在上禮拜五 股價已經率先 顯下整個今年波段新高 美國的費城半導體指數 其實在上個禮拜也已經怎麼樣 領先寫下整個波段新高 好 那如果我們加美國股市 都已經寫下今年波段新高了 外資也在上禮拜五 開始有空翻多了 那我認為各位投資報 我真的不曉得你在擔心什麼 不要漲也不敢買 跌也不敢買 然後一定非要等到大盤指數 過了8668點嗎 一定非要等到大盤指數 讓你看到九天點之上 你才要開始進場買股票嗎 那我覺得到時候 或許進場還是會有錢賺 但是一定賺的比現在進場還要少 我想這是無庸置疑的 所以針對大盤加減指數 我個人的看法很簡單 剛剛已經講過 美股走高 帶動國際股是已經回穩了 甚至德國的法蘭克福指數 其實離前破高點 剩下100多點 外資期限的同時翻多 那我的看法 不要再等第二隻腳 很多投資都想說 那如果下次再拉回8200點附近 我再來買股票 那我可以告訴你 各位投資你等不到 我可以肯定告訴你 你等不到 因為8230的低點已經過了 這個我們都講過了 那短期間 因為上檔有這邊的 8600點的短線頭部反壓 可是不用怕 因為下檔這條季線 又具有強力的支撐 所以我認為短期間 本週大概會在8400點 8400多點到8600多點 一個區間震盪 好指數在這個區間震盪完之後 未來的破斷方向 人在視網上看 8668絕對不會是今年高點 今年先看9000到9309點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沒有做任何改變 所以這邊就是震盪峰迴 仍然是積極折股做多 謝謝 好 目前這大盤這個信息來看 還是積極做多 但是做多之下 到底要選哪些個股 也是非常的重要 在這OTC指數方面 還算不錯 在今天收了一個墓碑線之後 都還是重現了高檔震盪盤 集中在一些這個生計族群的身上 不管是在安全藥啦 東洋啦 精華 甚至至智晴都還是往上的走漲 在這個今年的生計的部分 是不是還是可以多方留意 我想沒有錯 我們發覺一件事情 各位投資後你會發覺 整個過完年之後 主流有點在意味 換人做做看 那過完年之後 其實從整個2月5號 到今天2月17號 這短短這半個月左右 你會發覺強勢的主流出去 幾乎都是 不敢說百分之百 但是百分之八十 幾乎都在這所謂的全行動時代的商機來臨 那很多投資會覺得說 老師 什麼叫做全行動時代 很簡單嘛 我想其實這個用一個比較口語 口文化來稍微跟投資後 稍微做個解釋 就是說我相信 每個人都希望活得怎麼樣 便捷 生活方方便便 輕輕鬆鬆 第二個活得健康 第三個 在針對企業來講 他希望怎麼樣 降低生產成本 提高生產效率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 全行動時代的一個來臨 那如果說 每個人都希望活得怎麼樣 健健康康 所以你會發覺 生計醫療這一塊 絕對是一個未來的 一個強勢的主流 其實不要說未來 現在就開始在走一個 現代的精靈式 以及我們從一個過年之前一直跟投資後 講到現在的物流網的概念股 工業電腦的八一四的一個指標股 八一四的振華電 到今天為止還在大漲 寫下波段新高 今天是帶動整個工業電腦的相關個股 掀起一個比較行情出來 以及在整個機器人的概念股 我們也講過嘛 整個中國的工資調漲 或是全國工資調漲 那唯有自動化設備 甚至你會發覺 紅海已經跟谷購在上禮拜已經談好了 開始準備生產機器人 所以整個機器人的一個什麼 概念股 你會發覺 就算今天大盤交權指數 開高走低 中長指數是小漲五點坐收 這些族群仍然 當當股票都是中長紅 甚至血下新高 甚至在整個智慧城市的部分 這些主要連動出來的全行動 就是最後延伸到整個智慧城市 這一塊 所以你會發覺 包含在整個這禮拜三 開始的一月十九號到一月二十二號 在南港準備舉行的是怎麼樣 所展覽的是智慧城市展 我相信各位投資者 你可能以前都沒有聽過 竟然連還有所謂的智慧城市展都出來了 沒有錯 就是從這禮拜三開始 甚至政府極力在做多的就是什麼 桃園航空城 桃園航空城在做的也是智慧城市 所以我們看到 今天5607的遠雄港一樣 遠雄港 導播可以幫我帶一下 他的K線圖就很清楚 今天也是拉尾盤上來 中長指數也是跟中長在說 你會發覺整個遠雄港 同時去年的十二月份的第一檔 來導播幫我帶下咖K線圖 十二月份第一檔 當時我們在講遠雄港的時候 大概在二十三塊上下 二十三塊上下附近 也是一波急漲到二十九塊附近 目前不是今天收牌 還在二十八塊半這附近嗎 幾乎都在高檔做個強勢的震盪整理 這個就是所謂的智慧城市的概念股 好 那在這四個大智大族群裡面 第一個我們就現在 先來談一下生肌醫療的族群嘛 所以談到整個生肌醫療族群 我想我們在過年前的時候 尤其在FB的八八基因會 一月二十三號那一天 就已經公開的把這一份資料 看到美國的生肌族群指數 已經寫下新高 所以我們當時就講了嘛 生肌族群已經慢慢浮現一個投資價值 甚至在韋庭每天晚上所主持的 在三立財經所主持的全球財經的 這個節目裡面 其實也跟投資有講過的嘛 未來為什麼看好生肌族群的原因理由在這邊 包含在短線的部分 美國的生肌族群創新高 甚至最近全球資金湧入哪邊 生肌的醫療 所以各投資會發覺 如果你有特別注意 或者你有買共同基金的都很清楚 最近如果健康護理基金 還有什麼生肌醫療基金 其實黨黨的績效都是非常的亮麗 那現在不是只有美國的生肌股在大漲 你去看看上禮拜 包含中國的生肌股 包含在香港掛牌的生肌股 理事藥廠 甚至食藥集團 這些黨黨的香港的生肌族群 其實在上禮拜 也是大漲的寫下整個波段新高 甚至在整個短中長線 看好生肌族群的理由 我想在韋庭所主持的 全球三立全球財經節目裡面 都幫各投資有整理規劃出來 也因為我們持續看好整個未來的生肌族群 所以你會發覺 除了去年8月底的時候 8月份到10月份 那波生肌股的大漲行情 我們一樣領先市場幫你掌握到 有沒有 當時的自股貼車4162的事情 是從沒有人在發掘的底部區的時候 所有短中長期均線糾結底部區 我們跟你推薦這檔股票 好上次一波新代你從怎麼樣 180 180賺到280元 賺到280元 我們在高檔獲利了結 這一波在低檔 有沒有1月20幾號 27號封關的那一天 是不是在低檔220附近 再跟你講 可以把它買回來 有沒有導播這邊可以 方便的話幫我帶一下這邊 有沒有在220上下 我們在節目中公開告訴你 我們沒有買到最低201塊 但是也在220塊附近 帶你買回來 就算你看節目 稍微慢了一點點 沒有買在220 我相信230上下附近 其實你都很好買 好230塊上下去買的一個字型 你會發覺股價最近這幾天就是這樣 一直往上做一個拉攝動作 4162的字型 甚至包含在整個4162的字型 有沒有這一波是不是拉上來 去年這一波帶你大賺 高檔賺了一百八一百塊之後 高檔賣掉之後 低檔再買回來 整整的字型 4162的字型 我相信到目前為止 你也很清楚 其實今天雖然大盤指數 是開高走低收小紅 但是4162的字型 來導播幫我帶下 今天仍然是一個相對的中長紅 其實短短幾個交易日 又賺了三十幾塊上來 那我個人看法是說 如果今年字型確定 幾乎可以取得藥證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這顆藥對他而言 大概成功率大概是 不敢說百分之百 但是至少百分之九十的成功率 那未來你認為這會是高點嗎 只要字型今年確定拿得到藥 我相信287塊 絕對不是字型的高點 那如果287塊不是字型的高點 未來震盪峰回 你要不要再跟著我的88經費 把握第三次字型拉回的買點 你要的話 不然你跟什麼腳步來操作 好那你說比較高價的字型大漲之後 那我們說如果資金比較少的 那你是不是可以跟著 我們當時在抵擋 青春開紅盤2月5號那天跟你講的 有沒有 第一根長紅站上基線 跟你推薦的怎麼樣 414的劍橋 那看好劍橋原因有在哪邊 因為轉投資的逸華跟逸德 逸華現在在新貴 那因為劍橋今年打算處分 大概處分了幾千張的逸華股票 對他會有業外的收利 逸德預估今年準備掛牌新貴 所以一檔現在在新貴 一檔今年準備掛牌新貴 所以今年的劍橋 在整個轉投資公司的開發結果之下 你會發覺最近這一波 其實在整個生技族群裡面 仍然也是相對的強勢 有沒有 站上季線的第一天長紅 你看我們的節目 就算看我們節目才下去買 沒有辦法擁有我們盤中訊息 買在最低點的投資朋友 我相信到這邊也漲到45塊附近 來到45 因為前波的高檔套牢區 當然短線會做震盪 但是這檔股票我剛也講的 如果在今年有轉投資的一個公司的 英華跟逸德生智的開發結果 情況下我覺得未來後續仍然值得 我們特別鎖定留意 那除了智勤跟劍橋之外 我相信其實大早之後 我們也曾經在去年 跟你推薦過這檔股票藍陵王 有沒有中長期底部那時候 把這檔股票研究報告也送給你過 從底部起漲 去年整個F康年藍陵王這檔股票 有沒有77塊這邊帶你進場 來到這邊99塊9毛 你也看到我們在這邊獲利調節 買在底部區在高檔連續漲停 奔出爆掉的時候 我們做獲利調節 好獲利調節之後 我們講的長多的族群 它會做中斷整理 長多的中斷整理 但是一旦整理到接近尾聲 我們有沒有在第一時間 第一檔的時候告訴你 可以準備買回來 有沒有去年賺6塊錢左右 前三季競賺4.9億元 今年挑戰7塊錢的 基歐的生技族群這邊 那這一檔股票 我想我們其實早就在上禮拜的時候 不在節目中跟你公開答案 就是4144F康聯 有沒有從低檔開始上來 去年這一波帶你大賺上去 這一波帶你大賺 賺完高檔獲利調節 經過三個月的中斷整理 三個月中斷整理 低檔再拔買回來 我想到今天為止 各位投資朋友 您的眼睛絕對都是血量的 我相信大家絕對都是有目共睹的 今天的康聯盤中市最高來到多少 來到88塊 今天的康聯股價不論收盤或者盤中高點 有沒有創下最近這兩個月的新高 今天的康聯有沒有站上季線 而季線也未來即將扣低怎麼樣 正式走平翻牙 那你別忘了為什麼看好康聯的F康聯的原因 除了它擁有轉投資的安城以及4191的法德藥 目前的股價都一檔是300多塊一檔200多塊 轉投資的EPS貢獻度高達十幾塊之外 別忘了它是中國的醫藥通路股 所有你只要在想要進去中國大陸醫藥 這個廣大市場的 對不起你都一定要跟我F康聯合作 所以你看到安城 看到法德藥 甚至看到1752的藍光 甚至1789的原藥料的龍頭神龍 全部都要跟它策略聯盟 那代表這檔股票我認為未來震盪輪回 投資後你都可以特別留意 當然除了整個生技族群之外 我想我們在過去這段時間跟你講的 也是下半場還會跟你持續追蹤在哪邊 物聯網 814的震華電大廠之後 所衍生的工業電腦的一個向上比較行情 以及所謂的全自動化全行動時代來臨的 目前工資的怎麼樣 人工成本提高 唯有自動化設備來取代人力成本的怎麼樣 機器人概念股 我想我們待會下半場都會跟你做分析的動作 當然在整個節目結束之前 上半場結束之前 我想我們真的要在節目當中恭喜一下 在上禮拜 上禮拜有打電話進來 來參與我們小小巴菲特這個活動的所有投資 今天都是大賺的 為什麼 我想第一個小小巴菲特這個活動 即鎮華電、智勤等等 甚至F康聯、劍橋等等 檔檔大漲之後 我們是不是在上禮拜特別推出的千里馬 這一檔 上禮拜 當時股價在280幾塊 今天盤中還差一點點 拉到快漲停板 已經漲到300多塊的這一檔千里馬 對不對 那我講過了 上禮拜跟你講 這一檔股票大概未來五到八成的漲幅 這一檔 如果你資金比較少的只有幾十萬再操作 我們說這一檔股價在20塊上下這一檔次數碼 今天也是拉尾盤 收一根中長紅 這一檔次數碼 我們講的短期先漲三成做收 所以不論你是想賺五到八成的 或者你想賺三成先賺三成其來投資保 我們講過了 這個小小巴菲特這個活動 第一個只收你基本費 收你基本費 給你double了服務的時間 再加上讓你double了獲利的空間 以及搭配我們在這禮拜四 所要開課的技術分析課程 如何幫你掌握台股的賣動 指數的賣動 個股的短線或波段買賣點 這個技術分析課程 當然你要直接單獨報名 技術分析課程也是可以的 或者你直接利用今天的小小巴菲特這個活動 跟著我們來操作 然後直接把這個技術分析課程送給你 我們待會下半場再針對個股 再做一個比較詳細的分析 謝謝 好我們爸爸今天會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17251377 你有長期胃痛 胃脂肪逆流的困擾嗎 快打免費諮詢針線 0800-017-017 贈送有國家認證的試用包哦 強姊 強姊 我們知道在正義的面前 你總是很有感 其實你的正義感可以有更大的發揮 司法院人民官審制度 讓您和法官一同聽看問 一起來審判 人民官審邀您共審 你有長期胃痛 胃脂肪逆流的困擾嗎 快打免費諮詢針線 0800-017-017 贈送有國家認證的試用包哦 新鱷魚液體電紋箱 新配方 安全有效更健康 新鱷魚液體電紋箱 新配方 安全有效更健康 你有長期胃痛 胃脂肪逆流的困擾嗎 快打免費諮詢針線 0800-017-017 贈送有國家認證的試用包哦 对于我们 这是创新的改变 及时互动紧密相连 不同的观点 全新的视野 三立ExplorerTube SGG News.net 三立新文化全新上线 我都听我说 活力发 以有人生抽出意义 我坚持这一块 对天空 谢谢 谢谢 看你感知 我今晚 活力发 人家的费赂 每天都在循环 如果没有一些 太厉害 倒下去的就是什么 脑速通魔一定 可有效改善围血管栓塞 增加脑部血流量 脑速通魔一定 酸塞搞定 欢迎再度回到巴巴丁会去说 这大盘当中还要哪些低价电子股 或是电子股能够多方留意的 我想其实在这边的整个 我认为在整个最近的短期的大盘主族 就是在这一块 所谓的全行动时代的一个商机来临 我们刚刚在上半场 已经针对生机医疗跟头上分享过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整个物联网 以及整个工业电脑 还有在整个机器人的这一块 那谈到这一块的部分 物联网的部分 我想首推的指标股 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跟你讲的 物联网加上智慧城市 这礼拜三1月29号 1月29号 不是在南港要准备展开怎么样 整个所谓的一个智慧城市展吗 所以当时是在一个底部区 有没有 当股价经过一个中断整理之后 融资破底 开始放量开始转强的这档股票 也就是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 跟你分享的811式的振华店 有没有 那我相信各位投资 你也看得出来 振华店这档股票 也是我们之前在过年前 送给你的电子八聚马 其中的一档股票 也是这一波物联网里面最强 最悍的指标股之一 要买就买最强的物联网概念股 物联网的指标股 那我相信这档股票 每天我们都在节目当中 公开的告诉你 每天振华店几乎有没有发觉 都是开低走高上去 所以你会发觉 一档股票 其实就像你看我们节目 我如果有买到振华店 赚到钱的人 我们真的恭喜你 那我相信所有现在市场上 大家都知道 这一波 我们的八八经费 所推的振华店 我相信大涨到今天为止 大涨四十几块 绝对是全市场都知道 好当全市场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谈振华店 我们在跟你推荐振华店 我们公开的在节目中 带你操作这档股票 但是有时候访问磕头之后 你有没有赚到振华店的钱 从整个一百二十几 到一百三十几块 对不对 甚至再看下去 涨到一百四十几块 到上礼拜五的涨停板 已经来到一百五十六块 今天振华店 炸一根中长虹 已经来到多少 已经来到一百六十几块了 有没有发觉 从一百二十几块 短短半个月时间 不到三个礼拜的时间 已经涨到今天 很清楚看到一百六十几块的 就算今天大盘指数开高走低 振华店仍然持续是大涨的 那回过来就像我所讲的 磕头之后 一百二十几块跟你讲的 你看到一百三 一百三你不敢买 看到一百四 一百四你不敢买 看到一百五 一百五你不敢买 今天已经涨要一百六的 那回过来你会发觉 如果你知道我们在做这档股票 为什么你没跟上车 因为可能你没有盘中的讯息 所以为什么要推出 这个小小巴菲特这个活动 只收你基本费 很简单吧 你只要这一波 看我们节目 你只要这一波 用我们的讯息 盘中的讯息 买个几张的振华店 我相信这个小小巴菲特的基本费 早就装回来了嘛 买五张 一张赚四十几块 买五张赚二十万 买十张赚四十几万 买二十张振华店 恭喜你 不用一个月时间 已经赚了多少 已经赚了八十几万起来了 对不对 好那整个振华店大涨 我相信各位同事 看得出来 今天整个电子族群里面 几乎最强的 叫做工业电脑的 向上比较行情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8050的广基 有没有 开始比较上去 今天是开盘九点半 就亮灯涨停板 管理大盘指数 今天怎么开高走低 我仍然涨停板锁在这边 对不对 甚至包含这一堂股票 也是工业电脑 加上五年网 那你会发觉 它也有点类似 之前在一百二十块 一百二十二块 即将起涨的怎么样 正华店一样 达了一波之后 经过这边中断整理 而在中断整理 这两三个月的时间 融资是持续在做破跌动作 换句话说 我认为这档股票 如果就整个工业电脑 物联网的题材而言 这档错过正华店投资票 这档股票 请你务必一定要跟上来 甚至我们在整个电子八巨码里面 来我们再看下去 我们在电子八巨码 跟你讲的 敦然 对 专投资F安保 铿城达尔科技 EPS高达二十几块 来 再看下去 今天盘中还在平盘附近 你会发觉 打拨可以的话 帮我带下5305 帮我带下5305的 敦然的一个K线图 今天的分时走势图 今天尾盘跟你急拉上去 几乎是收到今天最高点 那为什么敦然今天会大涨 原因理由在哪边 来导播回到我带来的字卡这边 因为敦然准备公告 处分F安保九百张 有助于他获利 那如果敦然要卖F安保 请问客投资 下来是要买F安保 还是买敦然 我相信不用我多讲清楚 最后一点点时间 带到我们所谓的 机器人概念股 我想我们在上礼拜跟你讲这档 特别给200万以上资金 超出的这档机器人概念股 来 在这边一直震荡走高 今天到今天这档振华店第二 有没有持续一根长红 从上礼拜280几 今天已经看到三字头以上的 融资持续在破底的这档股票 你有兴趣的投资吗 我们讲清楚 小小巴菲特 即振华店 自行党党大涨之后 来千里马 这档目前从280几 涨到300块 大概有五大八成涨幅的股票 分上来 赤兔马 目前股价只有在20块上下 附近 先涨三成的 欢迎你有兴趣的投资 你现在都可以用短时间 利用短时间 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的线上五个 加入我们的 加小巴菲特行列 谢谢 感谢收看 我希望我们再欢迎